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古代书法展上 唐膜王羲之的万岁通天贴引起了广泛关注 出现了各地书法爱好者赴沈阳排队观看的情景 近日记者就前往探访了这件被称为最接近书胜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 那么为何一件临摹品会成为国家级文物呢 此次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贴是跨年展出 展期三个月每天都会有大量观众前往 像一睹这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风采 那么这件曾经入选央视第一期国家宝藏的文物到底有何来头 汪芳庆是王羲之的后人 他在武则天时期他是一个宰相 然后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那么找到了汪芳庆 汪芳庆把自己家保存的王羲之的作品 包括其他的祖先的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就在万岁通天二年 命令内府的洪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一个勾模 双勾 把原件又赐还给了王羲庆 不幸的是原件现在就再也没有流传下来 只有武则天当时命令内府勾模的作品保留到现在了 东宝后称 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平时也很难接近这件作品 更禁止出镜展出 可见其珍贵性 那么这件唐模本为何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 武则天呢他让内府勾模肯定是找到了当时最好的书手 是吧 找到了最好的底本 勾模的技术是最高超的 他也是最忠实于原作的 现在呢在王羲之的真迹都没有保存的情况下 我们要想研究王羲之 研究王羲之的书封 研究王羲之的书帽 研究王羲之的这个书法造诣 今天人们有幸得见书胜王羲之的风采 还要感谢武则天 经过一千多年的沉浮流传 这件被誉为下真迹一等的母本 最终成为绝世之宝 要想看国宝万岁通天贴的千万不能错过 展览将于3月17日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